我命休矣啊,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圣库,曾国全伤心地大喊,究竟是什么事,让这位乡军优秀将领说出了这样的话,自然是因为找不到里面的巨款了,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,迟早会大难临头啊。 那圣库是什么,曾国全找里面的巨款做什么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圣库是太平天国设立的一种共享制度,也就是说,平民百姓不允许私藏那些值钱东西,必须得上交圣库,然后老百姓平常花的钱,以及生活用品等,基本都是由圣库统一发放,向集了整个国家一起吃大锅饭,所以这么来看的话,太平天国所有财产都在圣库中,曾国全他们要是能得到里面的巨款,可是会带来诸多好处啊。 经过两年多的围困和攻打,乡军终于攻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,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城,要说这曾国全也是狠人一个,等攻下天津城后,他直接对士兵们下令,你们自由了,烧杀抢掠随便你们,我们谁也不会管的。 但是有一点你们得记住,要是发现了太平天国的圣库,你们必须得上报,否则会受到极为严厉的处分。 这么来看的话,曾国全纵容手下任意烧杀抢掠,就是为了找到圣库,但是仔细一想,找圣库不有必要烧杀抢掠吗? 让他们大肆搜捕不就可以,为何非要做出让人唾弃的险恶之事? 这不仅是乡军的一大污点,同为曾国藩,曾国全等人的一大污点,得知自己的弟弟如此纵容士兵,曾国藩居然没有阻止他们。 这么一看,即便都是中兴四大名臣,曾国藩注定是比不过左宗堂的太平天国是罪魁祸首,又跟百姓们有什么关系呢? 就这样,在曾家兄弟的命令下,美丽富饶的天津城瞬间成了人间地狱,到处都是老百姓哀嚎求救生,但侵略他们的是自己的同胞部队,谁又会来救他们,就这样三天过去了。 关于圣库的消息居然一点也没有,士兵们都说自己没有见到所谓的太平天国宝藏,曾国全见状非常着急,于是他就让士兵们别烧杀抢掠了,赶紧去找圣库。 乡军在找圣库的同时,曾国全给清政府上书说没有找到太平天国的宝藏,还请他们能够宽限几日,等找到后必定双手奉上。 清政府对曾国全也是非常信任,所以他们暂时没有追究此事,就这样,乡军都快把整个天津城掀翻了,但依旧没有发现圣库这就邪了门了,难道圣库毁于战乱了,也不是没有可能,还是说圣库的传闻是假的,这个也不太可能,因为天津城的百姓都说它是真实存在的。 后来曾国全亲自带着专家和俘虏们一起寻找,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所谓的圣库。 圣库虽然是成功找到了,但随后的问题依旧很严重,因为里面根本没有钱,整个圣库空荡荡的,好像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用过了,曾国全看到空荡的圣库后,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,这么多钱要是找不到,那可是会招来很多麻烦的,于是曾国全下令,就算是绝第三尺,也一定要找到圣库中的巨款。 他之前曾收到过消息,说圣库中有八百万银子,现在怎么可能突然没了,就这样,圣库中的巨款迟迟没有找到,曾国全成了热锅上的蚂蚁,这时候的他也不顾自身什么形象了,他直接把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拽了过来,天津沦陷后,李秀成等人被俘,于是曾国全就想着,通过太平军这个优秀将领,来得知圣库巨款的消息, 要是说平常人不知道吧,李秀成这个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道,于是为了让他说出实话,曾国全毫不顾忌地动用了各种酷刑,但不管怎样,李秀成都是坚持自己的说法,李秀成说圣库虽然之前的确有巨款,但早就被他们给花完了,曾国全听后非常愤怒地喊道,这不可能。 在曾国全等人看来,整座城的值钱东西都在盛库中,怎么可能都花完了,然后李秀成又解释道,你们也不想想,为了我们两年多,我们早就入不敷出了。 其实李秀成说的非常有道理,太平军被围的这两年指定没有什么收入,而且大家都得吃饭穿衣过日子,所以李秀成没有理由骗曾国全,或许这时就有人说了,李秀成作为非常痛恨清王朝的敌人,他骗曾国全不是很正常吗? 话虽然是这么说,但李秀成这时在骗曾国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,毕竟知道圣库巨款的人不在少数,要是真的还在,曾国全迟早有一天会找到的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曾国全为何一定要得到圣库中的巨款呢?首先第一个原因肯定是花,那时候已经是清朝末年了,清政府不是在赔款,就是在赔款的路上,赔款都快成家常便饭了,本来钱就不多,他们不仅需要大量钱财来拯救国家, 而且还得出兵平定各地起义军,在平定完太平天国运动后,左宫率领大军去收复新疆了,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,所以清政府还想着靠太平天国的圣库来充赢国库呢? 想法是非常好的,但现实很残酷,毕竟都快该灭亡了,还糟蹋那点钱干什么,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,这可关系着曾家的命运啊。 由于圣库中的巨款迟迟没有找到,各地接连出现了许多关于曾国全和巨款的传闻,大家都说是曾国全私吞了圣库中的钱,所以才说没找到。 更加离谱的是,有的人说得非常详细,就连曾国全他们拿了什么宝贝都一一列举了出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曾国全的压力越来越大,民间传闻他倒是不在乎,他最怕的就是朝廷听信了这些不实的传闻,然后再给他定一个大罪,这么多年的努力岂不是功亏一篑,而且曾国全要是受罚的话,他的家人还会被连累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曾国全直呼,我命休矣。 就在如此重要的关键时刻,曾国藩给弟弟指了一条名路,也就是让他主动叫出兵权,然后回家养兵去,要说还是这曾国藩老辣啊。 不愧是朝廷上的政治高手,一出手就能保住一条人命,其实钱财对于清朝来说已经无所谓了,他们最忌惮的就是有兵权的人。 为何这么说,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,清政府的主力军八旗和陆营军基本已经打完了,这两个兵种可是大清的所有的财产,没了就真的完了,乡军在攻陷天津城前,当时有江南、江北两座大营,这里面都是清政府的主力军,他们本想着坐收渔翁之力,结果被李秀成全给端了,当时北方清政府的主力军还被英法联军打败了,也快打没了,所以后来就出现过咸丰向曾国藩求救的一幕, 为何要向曾国藩求救呢?自然是因为他的乡军实在是太厉害了,但在厉害,他也不是清政府的兵种,而是属于私人的,除了乡军,当时还有李鸿章的怀军,左宗棠的储军,这些都是实力非常不错的私人兵种,一个大国即便在落魄,他们也绝不能容忍私人兵种的存在,要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,哪里会有什么乡军和怀军? 所以,等太平天国被平定后,军事问题逐渐演变成政治问题,一旦涉及到了政治这两个字,那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,战事已经结束,曾国全他们手中还握有兵权,这无疑会让清政府非常眼红,毕竟眼中有沙子了,所以这时候曾国全主动交出兵权是非常明智的选择,于是曾国全就按照大哥说的做,最后回家养兵去了, 其实这时候的清政府对曾家兄弟还是比较信任的,毕竟他们为了打败太平军,也是牺牲了不少自家兄弟,就算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吗? 要说还是曾国藩厉害,他知道在清政府眼中,赎清赎重,钱没有了可以再赚,但国家要是没有了,那就可能真的没有了,其实,就算曾家兄弟把太平天国圣库中的巨款都贪污了,只要他们乖乖交出兵权,清政府也不会为难他们,反而会更加信任他们,贪污钱财无疑是在自取其辱,清政府看到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没了明洁,自然是很开心,曾国全回家养老后,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, 有时候还会和自己的侄子们借点钱,这样的生活不是在作秀,而是他真的没钱了,从他后来的生活不难看出 圣库中的巨款,或许他真没唠到,不过也说不准,留给子孙后代的可能性也是有的,随着曾国全等人交出兵权,乡军后来逐渐解散了,这毕竟是一支汉人军队,清政府作为满足后裔,自然是有点瞧不起这样的军队,其实从曾国全下令随意烧杀抢掠来看,乡军最后解散是必然的, 毕竟太不像是一支正规军了,后来清政府放弃了圣库巨款的寻找,对于腐朽的王朝来说,这点钱有没有,其实都一样,清廷也非常清楚,这点钱最后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结局,所以又何必执着于此呢? 曾国全带军攻入天津后,便让兵将搜刮整座城市,他带着杨在福和彭玉林直奔太平天国圣库,一打开圣库大门,却发现里面应该存有的大量金银财宝,不翼而非,曾国全犹如被泼了一盆凉水,心中想着,我命休矣。 他不死心,命令兵将将整个城池绝地三尺,也要找出这笔财富,并且亲自提审李秀成,结果仍然一无所获,只能上报朝廷,克服老朝而全无货财,慈禧和清廷当然不会相信,只会认为是曾国全贪得无厌,吞没了这笔财产,只是碍于他掌管重兵,先稳住他,再找其错处,加以惩戒。 曾国藩意识到,这一点一边距离力争,努力辩驳,一边马上带弟弟上折起奏,以身体不适为由,恳求回乡休养,朝廷看在苦劳的份上,允许他回乡养伤,胜酷一事不予追究。 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分析过,太平天国后期混乱不堪,洪秀全在占据天津后就开始挥霍无度,交涉淫逸,后来洪秀人等掌权更加的变本加烈。 在张继庚刘存下的书信里面就有记载,如果真相蜻蜓所猜测的被曾国权摊没,不可能没有留有流通的痕迹,而且在刘存于世的曾国权及其家人的家书中,不止一次提到家中紧迫,缺少银两,那么这笔财富到底去了哪里? 请不吝点赞订阅